今天是2020年5月2号,今天主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 根本是2020年5月以后,根本走过同一台湾没啊?快了! Today is May 2nd, 2020,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一下香港,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下个月是6月, 也就是他们香港人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已经很快就一周年了, 那在一周年之前呢,他们这些废青啊,黑衣人,这些暴徒, 也有在一些商场里面有一些小动作的,也有在出来示威, 除了这个事情呢,也有一个香港的小学的老师呢, 最近也是在胡说八道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吧, 有观众给我写了邮件,他说香港老师胡说八道, 就附上了那个香港的学校叫做可力小学, 可力小学的小学二年级的网课, 这个老师呢,当时上网课的时候呢,胡说八道, 这个老师居然说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 英国为了消灭中国的鸦片才攻打中国的, 哇,这个逻辑我真的服了啊, 我在邮件里面是这么回这个朋友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你好, 这个老师的言行呢, 让我觉得香港的教育真的是没救了, 居然能颠倒黑白, 否认真实的历史, 现在这家学校虽然已经道歉, 但是我对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香港的教材呢, 是出了问题的, 反中筹中问题严重, 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要从提供正确的教科书开始, 希望香港呢, 以后能恢复平静, 有头脑的香港人支持23条立法, 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 我就谢谢他给我发来这封邮件, 正如我在邮件里面所说, 香港的教育真的是没救了, 或者说, 其实香港整个社会已经没有救了, 我在之前一个视频里面呢, 也有做过一个香港的视频, 一个月之前, 我分享了香港的大学生呢, 他们已经投简历超过30份, 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视频的话, 我在里面也分享到, 其实香港人的出路啊, 其实在大湾区, 有头脑的香港人呢, 应该回大湾区, 有条件的话, 可以在大湾区随便一个城市买个房, 因为呢, 你们在香港的居住条件, 我觉得是不太好的, 买的房子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我觉得你们应该拿这笔钱, 有条件的话, 回大陆买房啊, 我在这里欢迎的是, 爱国爱港的香港人, 回大陆买房, 那些废青的话, 你们就继续留在香港, 继续在香港, 祸害香港人就好了, 祸害你们自己人啊, 祸害你们这些黄色经济圈的人, 祸害你们这些黄市就好了, 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呢, 我们是很欢迎你们, 回到大湾区里面去投资, 还有工作, 还有生活的, 这些废青除外啊, 个人对于香港呢, 其实还有一个看法的, 就是我们大陆开始改革开放, 这个事件, 就代表了香港走向没落了, 因为以前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啊, 意识形态非常严重, 但是后来呢, 我们改革开放了, 越来越多的机会呢, 是涌向大陆, 随着越来越多外国的企业, 跳过香港来到大陆, 也就代表了香港呢, 其实慢慢慢慢走向没落了, 我个人以前呢, 没有在这个逃犯条例事情爆发之前, 我自己也会去一下香港玩的, 因为我家在广州嘛, 我去一趟香港非常的方便, 包括我的手机啊, 我的手机其实买的也是港版啊, 因为你去香港玩, 顺便买个手机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后来呢, 我买的一些数码产品, 我也没有在香港买了, 像我昨天呢, 我昨天我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我买了一个iPad Pro嘛, iPad Pro, 12.9英寸的iPad Pro, 就是这一台, 这台iPad Pro, 这台iPad Pro的话, 我是在我们大陆的官网买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配置啊, 是这一个, 12.9英寸的iPad Pro, 256GB升空灰, 我买的是这一款, 然后我还加了个Apple Care的延长保修, 是保意外损坏, 人为损坏的, 我还加了一支笔, 还有这个妙控键盘, 这一整套加下来的话, 是有13366元, 但其实的话, 我们现在有官网的话, 有24期的免息嘛, 就看大家如果有购买的话, 是分多少期了, 而我选择的话, 就是分12期, 分一年来还, 慢慢还嘛,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啊, 1000多块,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分两年的话, 那还是不错, 就500多块钱, 每个月还500多, 还是压力不会那么大, 我拿我买iPad的这个例子, 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 大家如果能不去香港的话, 尽量不要去香港了, 因为香港真的挺乱的, 香港人也普遍比较歧视大陆人, 我一个广东人, 我都这么觉得, 如果你不说广东话的话, 他们真的会不愿意跟你们交流的, 这是我的一个印象, 我也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说, 这个事情的确是存在的, 大家能不去香港就不去香港了, 因为我连买iPad, 买一万多的东西, 我都在大陆买了, 而且苹果的官网呢, 现在还有24期的免息分期, 分期下来其实也不贵, 所以这样对比下来呢, 港币的汇率, 包括24期的免息分期, 12期的免息分期, 让我觉得在大陆买就好了呀, 方便嘛, 直接就快递送货上门, 慢慢还每个月几百块钱, 一千来块钱, 这样就OK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香港买一些数码产品了, 因为你去香港的路费, 其实也是要花钱的嘛, 对不对, 去到那边, 如果他们歧视我们大陆人, 我们还受这一顿气, 何必呢, 对不对, 我分享到这边, 可能有人会骂我, 水哥为什么你买苹果呢, 为什么你不支持国产呢, 我在这里想说一下就是, 其实很多种外国的企业, 包括中国企业, 在中国只要有做生意的, 都是有依法纳税嘛, 对不对, 而且这种企业呢, 在中国也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啊, 这些外国企业呢, 提供了就业岗位, 而且呢, 还依法纳税, 我是觉得大家其实, 如果你们喜欢哪个品牌, 就买哪个品牌, 用习惯哪个品牌, 就买哪个品牌就好了, 尽量不要扣什么爱国的帽子啊, 我是觉得外国品牌, 它在中国也依法纳税, 遵守中国的法律, 创造很多中国的一个就业岗位, 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说啊, 我用美国就是不爱国, 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也有很多小美的产品啊, 这一个的话是一个小米的夜灯啊, 小米的夜灯, 我也蛮多小米的智能家居的, 还有这一个的话就是, 小米的电源插座小夜灯啊, 这一个, 我还有这边, 还有一个小米的插牌, 小米插牌, 另外我还有小米的充电宝, 但是我一时找不到那个充电宝了, 小米的智能家居呢, 我买的真的挺多了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虽然不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也有超过五六个啊, 也是非常好用的小米的东西, 我是觉得哪个品牌好用, 我就用哪个品牌, 大家的话尽量不要说啊, 你用苹果你就不爱国啊, 你用什么什么外国品牌, 你就不爱国,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哪个品牌好用, 我就用哪个品牌啊,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iPad, 我买这个iPad其实, 你看我可以在网络上, 再去看一下他们台湾人的一些傻事嘛, 台湾人啊, 他们还吃青蛙, 你们台湾人怎么能吃自己的同类呢, 对不对, 这些台独井娃, 为什么你们能吃自己的同类呢, 这不是很讽刺的一个事情吗, 所以呢买这个iPad的话, 也是让我以后看他们台湾这些井娃的一些傻事, 会更加开心, 这边的话,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了, 我买这个iPad, 不是加了一个AppleCade的延长保修吗, 我觉得如果你们买苹果的产品, 这个延长保修还是有必要买的, 因为苹果的东西修起来比较贵, 就iPad上来说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我买的是这个12.9英寸的iPad Pro, 如果没有这个AppleCade的延长保修, 我的iPad Pro如果摔坏了, 碎平了, 还有包括弯曲了, 维修起来啊, 就保外维修费的话是4999块, 才可以给我换新, 但是我加了这个AppleCade延长保修嘛, 如果我有任何的意外损坏, 人为损坏, 不小心弄坏了, 我只要368块, 我就可以换一台全新的iPad Pro了, 还是非常划算的, 包括我买这个AppleCade的话, 也包含了我的那个配件, 我的Apple Pencil啊, 还有键盘, 但是他们两个配件还没发货, 所以我现在没拿到手上, 这两个配件的话, 也是包含在这个AppleCade的这个范围里面的, 只要你们一起下单的话都包含, 如果我的Apple Pencil摔坏了, 有AppleCade的话是188块, 我就可以给我换一只新的Apple Pencil了,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意外的一个AppleCade的服务的话, 摔坏了要827元, 才可以换一只新的Apple Pencil, 这个Apple Pencil原价才900多块, 我摔坏了我要花827块去修, 我脑子有病了, 我才花827块, 所以这个AppleCade的延长保修呢, 如果对意外损坏还是非常有用的, 包括键盘啊, 键盘摔坏了进水了, 188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全新的键盘了, 还是非常划算的,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个小知识点吧, 如果你们买苹果产品, 如果你们怕摔坏, 那你们可以加这个AppleCade延长保修, 如果觉得自己用的很当心的, 那当然无所谓啊, 这个AppleCade的话, 就按自己的个人需求这样去添加, 那分享完这个小知识点的话, 还是回到香港这个话题里面啊, 我觉得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啊, 你们如果有头脑的, 真的要支持你们的23条立法啊, 真的要维护国家的安全, 不要让那些皇室的议员啊, 那些泛民议员在祸害香港了, 也是非常欢迎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啊, 来到大陆, 来到大湾区呢, 不管你是工作也好, 创业也好, 如果你创业的话, 那当然更好了, 创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 给大陆的朋友, 给广东省的朋友, 那是更加好的, 我是觉得你们有资本的, 有能力的, 回大陆创业就业啊, 或者买个房,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啊, 真的很欢迎爱国爱港的香港人来到大陆, 但是那些傻逼的港独分子呢, 傻逼的那些黑衣人, 傻逼暴徒啊, 你们就继续留在香港啊, 待在你们的香港啊, 我们是香港啊, 大陆是大陆, 继续有这种想法就好了, 只要你们继续有这种想法, 香港只会越来越坏啊, 只会越来越没有希望, 可以很直白的说啊,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香港已死啊,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今天的视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 也不多说什么, 想得清楚的, 香港人呢, 总会想得清楚的, 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的话, 那你们就有这些好受的啊, 好,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